2019洛杉矶商贸仓储物流大会在东方明珠广场宴会厅盛大举行 来自大洛杉矶地区商贸、仓储、物流、货带、商业地产经济等经营人士500多人出席大会 美国华人商会会长加若达共享仓储平台董事长陈金杰表示 美国华人商会通过七八年研究 发现美国仓储行业空间浪费非常严重 美国仓库浪费空间相当于28个亚马逊的规模 为了把这些闲置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 陈金杰会长创建了一个平台Share Warehouses 这个平台类似于Airbnb的模式 把这些闲置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 帮助仓储方利用闲置空间赚取额外利润 用户就不用自建、自租、自营仓库 通过这些闲置的空间 把自己的商品储存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现在在前美甚至是全球都是唯一的 特别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来拥有参加 加入达共享仓储这个平台 陈金杰会长表示 2019洛杉矶商贸仓储物流大会主题为 和谐、合作、共享、共赢 在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大环境下 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为从事商贸、仓储、物流、跨境电商 以及相关行业的精英人士提供了一个相互认识 了解与合作的机会 仓储物流这一块是这个在新形势下 电商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大家交流提出意见提出想法 能够让我们的电商这个环节能够更好的成长 物流也更好的成长 让我们物流的从业人能够在一个更健康的环境里面 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 华尔街投资专家邱昌华博士 在会上介绍了电商发展前景 以及如何参与加入达共享仓储平台 通过共享模式 让不同地域的仓储空间通过平台互动连接起来 让闲置仓储空间产生额外经济效益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